他的炮口是直接对上了朱立伦 说胜利连线最终是施政的检验 也就是说他不看好这一个胜利连线 反倒是他被问到了会不会帮无党的柯文哲站台 蔡英文他相当的尴尬 反问一句那是什么意思啊 摆明的是在装傻 摆出正式向前行 民事长主席蔡英文到新北市出镇授旗 力挺新北市长参选人游锡坤 震天鼓声不只为新北市选情拉台气势 蔡英文选在生日当天站在游锡坤旁边 但讲到一和之隔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柯文哲 话讲得酸 站台是什么意思呢 出席 出席就是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意思 站台助选是什么意思 选战经验丰富的蔡英文不知道吗 蔡英文没说不帮他站台 只说民进党和柯文哲是朋友关系 蔡英文更为游锡坤帮腔 追打朱立伦连胜文的胜利连线 倒不如来实际来检验在新北跟台北 那在市民的实际的要求是什么 本来就已经是平民连线了 因为胜利连线他们本来就是权贵连线 要拉柯文哲成立平民连线 对抗权贵连线 却被朱立伦吐槽 刘院长是我的长辈 也是大长官 以前我们的院长 他不是平民吧 就像我讲的说好话 我相信柯P他太太也会支持他多说好话 多说好话 但话怎么说 双北选情 彼此之间没讲白的 没戳破的 语言是智慧 也是政治 三点新闻综合的报